好 前面這邊 回到我們這中間 慢慢來往一個一個 綠色手機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耶 他的時間還有他生日的整個儀式 真的都是就是給我 我覺得很感動啦 因為老師從我記得第一個通告 就開始陪我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演唱會非常重要啦 有點像是也是你的生日 對 所以我想說今天一定要來站台 那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從這個發片到現在 不過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嘛 有很好的成績 而且今天演唱會門票完售 所以現場大概會爆喔 我們待會要撤掉一些椅子 那希望你拿出最好的表現 好不好 就當我最好的生日禮物啦 因為之前還確診對不對 對 哇 那個禮拜是我最擔心的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又要把身體壓好 又要演唱會又要通告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 我也很不願意就是 可能砍通告 因為我就覺得說 大家都是辛辛苦苦幫我安排的 而且每一次能跟觀眾 跟聽眾朋友分享我的機會 我都想要去把握他 因為他把他念書那個拼盡 都拿到音樂上 但我覺得唯一不同是說 因為唱歌還是一個聲帶的聲音 對 對不對 還是要保護身體 對 因為到後來我聲音開始 真的慢慢沒有 我才開始警覺 這個好像真的不能這樣子做 聽說他說什麼 你的聲帶都出血了還是什麼 對啊 然後他就叫我就是 年輕人真的不要再使用 你說我聽過第二個 我第一個唱到聲帶出血 第一個是動力火車 動力火車 喔 對對對 他們在錄 他說那個製作人太操了 他是我遇到第二個 唱出血絲的人 反正我就比較天不怕地不怕行 就是可能過個五分鐘 然後吃個喉糖 覺得沒事繼續練 交往的經驗其實都是 他們都有 後來我前女朋友 都有跟我分享說 都是他們丟球給我 就丟了很多次 這種砸的砸我 我才會開始反應過來 我覺得我在很多事情上很敏銳 可是在這種情感上 我會比較 因為我很深思吧 我覺得不想要去 讓他們有壓力 第一爆料一下 我覺得Bride 妳人緣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我覺得就是因為 就是可能我都沒有接到球 他們就越想砸我 感覺好像是感情很豐富 現在開始挖洞了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還好還好 就是我覺得我 我比較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不會在乎 高矮胖瘦啊 然後或者是膚色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今天晚上的 樂會前女友們都會來嗎 應該都不會吧 他們來還得了